欢迎收听鱼雷作品 我是鱼雷 我们继续来看《愣眼睛》 佛心慈悲哀敏阿难及诸大众 发海潮音便告同会 诸善男子,我常说言 色心诸元及心所使 诸所元法为心所现 辱身辱心皆是妙明真经 妙心中所现物 云和如等遗失 本妙、原妙、明心、宝明妙性 任物中迷惠媚为空 空慧暗中结暗为色 色杂妄想、想象为深 巨猿内窑去外奔易 婚扰扰相已为心性 一迷为心 决定或为色身之内 不知色身外坡山河虚空大地 闲是妙明真心中物 譬如成经百千大海 弃之为任一幅欧体 慕为全朝穷尽迎博 如等即是弥中被人 如我垂首等无差别 如来说为可怜民者 阿难成佛悲咎身会 垂气插手而白佛言 我虽成佛如是妙音 勿妙明心缘所圆满常住心地 而我勿佛献说法音 献以缘心云所瞻仰 图获此心未敢认为本缘心地 愿佛哀敏宣示缘音 把我一根归无上道 我们来看这一段 佛陀在这个时候 心里面怀着无比的 悲天悯人的情怀 为了能够真正地引导阿难 以及在座大众 于是呢 释迦牟尼佛说 各位 我常常给你们讲法的时候讲过 所谓的色 所谓的心 可以被观察攀缘的这些个事物 包括作为心所使的一切 所有心缘法 全部都是自心所显现的 包括你们的身心在内 全部都是你们自己本来清静 玄妙真实 明了自心之中 所显现出来的事物 佛的这一段话中呢 我们有必要澄清几个概念 第一个是色 什么是色呢 指的是一切有形象和占有空间的物质 对色的描述可以包括大小啊 形状啊 方位啊 动静啊 颜色啊 等等各个方面 佛教里的色可以分为内色 外色 显色 表色和形色这五种 内色指的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根 属于内身 所以叫内色 外色呢 指的是色身相位处这五镜 显色指的是我们常能见到的各种颜色 赤橙黄绿青蓝紫等等 表色呢 指的是我们色身的各种动作 形色指的是这个物体的形状 长短方圆 那么这里面佛陀所说的色 包括了刚才我讲的这五种色的概念 第二呢 是心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心锁的概念 所以这里的心 专门指的是心的最主要的思想作用 也就是所谓的心王 第三个呢 是心锁 心锁指什么意思呢 是说在心王这个主要作用下 所有层面和范围的思想作用 在佛教呢 有五十一心锁之说 在这里我们要把握一点 所有这些个有形象的色尘 和没有形象的 归属于思想意识层面的心意识 全都是在我们的观察和分析之下 被我们认为存在的 也就是说 没有被我们感知观察分析的 我们就会认为不存在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任何我们认为存在的事物 都是被我们通过各种方式 观察认知和分析过的 哪怕仅仅是听说 那你也感知过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佛教的观点就是 一切事物 包括我们所认为的这个自己 全部都是自己真心显现出来的 万法唯心造 是这个意思 不过这个万法唯心造呢 被很多人给误解和歪曲了 他说是这个佛教呢 是唯心主义 认为呀 我们什么都不用干了 一切都用心一想就来了 所以说有人会反驳佛教 说那你给我用你的心 你想啊 你想一百万出来呀 你给我想两朵花出来呀 造的出来 我就跟你学佛 你造不出来 那你佛教就是唬人的 所以说呢 他理解这个万法唯心造 是错误的 不是那个意思 那么 现在呀 这个唯心论和唯物论 有这样的争执 是因为唯物论者 不懂唯心论的真实含义 他认为说唯心论的意思 说你这是吹出来的 想出来的 不见地上人在跑 只见牛在天上飞 他这是他们认为的 唯心主义的思想 所以说我们要明白 佛教所讲的唯心 其实呢 恰恰是非常准确和科学的论断 在没有能观察者 对被观察对象观察之前 任何结论都不会出现 只有观察了之后 才会在能观察者 所归纳出来的这个世界结论中 占有一些之地 所以说 大家即便都观察同一个事物 因为观察的角度不同 参照的标准不同 结论就会变 所以说只要你还在 被因缘所生的各种条件影响 你就一定不会产生什么最完美 最精确的世界认知 甚至你对自己的认知 也是不全面的 所以世界因你的存在而改变 你呢 是因为对世界的观察而轮回 佛陀接着说 为什么我要和你们讲 你们都已经忘记和丢弃了自己 本来就圆满清净 明了珍贵的那个真性呢 是因为你们 在本来明了清晰的情况下 本来都是一面非常清澈的 镜子的情况下 把真性中原本就不存在 任何事物的本质 把镜子原本没有任何影像的本质 给认成了空 认成了毫不明了的空 然后就在这个并不存在的 所谓光明境界中 认为这种不光明的境界就是晦暗 从而把这个印象中的晦暗 认为是真正存在的色相 在种种色相的混杂之下 产生了更多的妄想 于是再由这些个妄想 给自己造作出色身 从此之后 就把各种奄缘汇聚所产生的幻象 当成了真实的存在 而在内动摇不定 念念不息 在外则为了这个色身 不停地游走 不断地朝外放散 终日忙忙碌碌 昏昏扰扰 并且把这个迷惑不定的昏昏扰扰 错误地认成了真正的自己 认为那就是自己的真心 并且在迷乱之中 产生了自信认知之后 就更加地对这个幻化的色身 产生更加坚固的执着心 因此就从根本上 把所有色身内外的辅葬思想和山河大地 本来全部都是自己真心中的产物 本来全部都是镜子中显现的影像 就给忘掉了 忘得干干净净 佛陀接下来打了一个比喻 他说 就好像广阔无比的大海 被你忘得一干二净 反而抓住了偶尔出现在海面上一个泡沫 全心全意地关注在泡沫上 被泡沫的形象和光色迷惑进去了 还以为这就是大海的全部 还以为浪潮也不外乎如此 甚至因此产生更多妄想 比如说 这个泡沫是不是美人鱼吐出来的呢 等等 所以 像你们这样在虚幻的迷境中 不看大海 抓住泡沫不放 越来越迷的众生 和把我的手下垂的时候 就说是道者的人有什么差别呢 这样颠倒不堪的众生 实在是非常可怜 佛陀的这一段话 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真理 我们所有众生确实都是颠倒的 混乱的 比如说吧 我们拿一张白纸 就当作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自己 不知道哪个小孩在这张纸上面 胡乱的画了一些图案 我们看着这个图案就会想 这个图案看起来像什么 如果看过了玄幻小说就会想 这个图案有没有可能是某种符号 像不像某种藏宝图 为了加强我们的猜测 可能自己还在上面加上几笔 接下来不经意间把这张纸折成了某种形状 于是我们更加有了放飞梦想的机会 或者不小心把这张纸卷成了一个杯子的形状 往里倒一些水 看到纸上的图案印在水中 于是更加虚幻 但又很吸引人的景象 把我们带向了更远的幻境 于是我们有了结论 我的杯子里面有神奇的带图案的水 这个水能够如何如何 其实如果你把纸张打开 你会发现水不会和纸融合 图案也不会和纸融合 这个杯子的形象 在你打开纸以后消失掉 其实也不能说是消失了 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杯子存在 有的只是一张纸 它不过是回到了原本的形状而已 这个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清净本来 出现了假我轮回 最后又拾透了这张纸的本质 回归到白纸 当然了 在你明白之后 只要你能够把握住 永远是一张白纸的基本信念 不管这张纸 被人如何地画画 折叠 加上东西 它永远都不会变成不是纸 那你就自由了 众生轮回和清静解脱 就是这个意思 简不简单 或者说复不复杂呢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听到了佛陀讲这些话 这个时候的阿难 处于半梦半醒之间 可能你也是这样 好像明白 又好像糊涂 他深感佛陀的大恩大德 心情可以说是百感交集 他留着泪对佛说 他想我阿难 虽然听到了佛陀苦口婆心的讲解 虽然已经有点明白 我自己的真心 从来都是明明了了 本来圆满 不生不灭的 但是对于佛所说的法义 我认为我还是通过 被佛所呵斥的虚幻的 潘元心思维心来认识的 好像我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心地 但是我又不敢直接承担 难道这就是真正的我 本来面目吗 希望佛陀能够帮助我 解决我的犹豫和疑惑 让我能够真正地步入 无上清静的菩提道路 没错 当佛陀把佛教的这个大秘密 一点一点地透露出来 很少有人能够当下就相信 直接就承担的 难道我自己本来就一切圆满 我本来就是佛吗 那这就是佛教吗 为什么没有那些个神神鬼鬼 能够唬人一愣一愣的那些事呢 即便有些人口头上也承认 说本来清静我就是佛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不过也仅仅是流于口头 他没有从心底里 真正地认识这个真理 所以还在迷惑中飘转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 佛陀会怎样去打消阿难的疑惑呢 我是鱼雷 下集再会 鱼雷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